晚安 上線嗎 上線了吧 晚安 OK Good Alright 回到高雄了 老元出現了晚安 OK 為什麼我的iPad 還沒有出現 為什麼會這樣 OK 非常好 晚安 朋友們晚上好 嘿 哈哈哈哈 給我是不是 好好 我們來看這樣會不會要 小心指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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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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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家瑋 家瑋來跟直播 OK 今天的主播 今天代班主播是張咪咪 好不好 張咪咪 你的腳掌打開 咪咪啊 咪咪啊 咪咪 咪咪 今天 代班 代班主播 不太穩定 不太穩定 嗯 呵呵呵呵 好啦 你要待多久 你要跟大家打招呼啊 朋友們都上來 已經44個朋友上線了 前面有跟大家打招呼呢 咪咪 咪咪 咪咪打招呼 死都不願意打招呼 她要走了 你要走 你要走嗎 不要走啊 你跟大家聊健身好不好 雖然你長得不像有健身的樣子 鼻子紅紅的 腳長紅紅的嗎 好啦 那我放你走吧 喔 臉很不爽 臉超級不爽 喔 臉很不爽 喔 不爽 好啦 放你走 放你走 小心一點 指甲不抓 拜拜 OK Alright 好 回到現場 哈哈哈哈 跟貓咪玩了很久啊 跟我們家咪咪玩了很久 龍生來了 熊熊來了 還有幸 晚安 還有哎呦 家瑋 家瑋是我學生喔 哇 上了一年課左右 非常 認真 努力學習的一個學生 咪咪跑了不看 嘩嘩是怎樣 你是來練健身的 聊健身的還是來聊咪咪的 今天這個主題很適合 聊很多人的迷思 熏熏 我也是 看到這個主題以後 尤其看到Derek 他聊了這個東西 他裡面講的東西非常好 所以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下 但是 其實看我頻道的人就會知道 很多時候 結果其實都很簡單 對不對 結果都很單純 沒有像想像中的那麼的困難 好不好 努力是基本 俊傑說的太好了 其實 努力到底是不是基本 就是 沒有什麼好說的 你如果一件事情 你不一直認真的去做它 你怎麼會變得越來越好 那如果你要認真的做它 你做這個事情 如果是為了讓自己變得更好 你就做就好了 你告訴人家幹什麼 是不是 但大部分人都是用嘴巴在努力 我們遇到很多的朋友是這個樣子 凱教練您好 中雪生 雪下的很深喔 雪生您好 是我 我沒見過你的名字耶 是新朋友 最近都在看你的影片 健身真好 希望能夠對你有幫助 雪下的 尤其聽說 東北那邊現在雪下的很深喔 所以 不要亂扯 雪一片 一片一片 好我們在等 口嗨村村民 口嗨村村民很多 是什麼意思 Brandon 俊傑 剛剛不是有一個俊傑打過招呼了嗎 俊傑不姓林吧 不會剛剛好姓林 接一解 俊傑有什麼歌比較好聽的 俊傑 左左左左左左那那那那那 左手 那你就不要想太多太多 努力比持續更可貴 努力比持續更... 不一定欸 花花 不一定欸 有的時候你只做一次然後很努力 例如說今天你有一堂課 你很努力的把這一堂課練了 我今天練腿 我要深蹲 我要盡到全力 我要蹲到一個RIR都沒有 我要蹲到立節 立節完的時候 我還要超越立節 我要用訓練法 我要遞節組 然後我要rest pause 然後努力了一節課 然後後面的五年 你就再也不練腿了 你不持續 那請問你的腿會變強壯嗎 應該也是不會啦 所以持續跟努力都一樣重要 趙紫紅 趙紫紅是趙紫龍的弟弟嗎 晚安 喬揚 喬揚不是巨星吧 巨星就是superstar的意思 巨星喬揚 Aaron Prince想問一下 IBB Pro Men's Seek 肉量越來越誇張 是不是已經沒有那種 當初追求漂亮比例 不求 不求誇張肉量的比賽了 Aaron 我們在朋友們進來以前 最後我們要進入工商服務 之前我把這個問題先回答了 任何一個比賽都是這個樣子 總有先鋒的人 在前面先比 2011年Man's Seek剛出來的時候 真的大概就我這個Size而已 真的我不誇張 浩克那時候可能還沒有我這個Size 就去上台Man's Seek 現在的Man's Seek已經幹掉大部分的 尤其是 尤其是自然健美的選手 根本不要跟用藥的Man's Seek去比 那大小差太多了 他就是一個比賽不斷的進化而已 所以你說他們不求肉量 不求誇張肉量 他們有沒有求比例 其實他們也是在誇張的肉量當中 去尋找一個漂亮的Man's Seek 所想要看到的比例而已 俊傑說我也喜歡唱歌 最近接觸健身半年 看到我的影片很有趣 謝謝你喜歡 藥強說 凱姐來晚上好晚上好 Paul說 如果肩關節旋轉韌帶發炎 某個角度會痛 請問持續訓練 還是換動作繼續訓練 讓你的發炎先消炎 OK 那發炎如果消炎了 你持續同一個角度 他還是會摩擦到 讓他又發炎的話 那那個角度表示你的關節 在那個角度上 已經不在一個安全的狀態 那你當然要避掉那個角度 如果那個角度會持續讓你受傷發炎的話 OK 子虹說希望跟趙子能有關係 OK 朋友們上台差不多了 我們進入今天主題 之前 當然 感謝所有朋友 支持 阿如 阿如 阿如的帽子 背心 最近阿如還有出 很漂亮的卡其褲 大家有興趣的話 資訊欄有連結 折扣碼 Superman Kai 希望大家喜歡 只能去男模店回味以前那種微肉量的男模 哈哈哈 其實大部分的men's physique在台灣還是這個樣子的肉量 不要不要去想那麼誇張 職業選手的肉量 真的一千個找不到一個的 我們不要想那麼想那麼簡單 凱教練的阿如都穿長褲穿什麼尺寸 我穿 L號 我的長褲 我的短褲 我的背心 我的T-shirt 都是阿如的L號 好 谷歌肌在30瘋金卡了三年 越練越差 練到很厭世 看 凱教練的影片砍掉一堆垃圾竹以後 反倒長到44公斤 GC 你這句話太棒了 太棒了 太棒了 你知道嗎 我看到你這個樣子的反應 我真的超開心的 因為訓練到今天為止 沒有人可以肯定怎麼樣讓肌肉成長 我們如何用最高的CP值受傷的 機率會最小 然後可以最久最長時間練下去 不要讓你疲倦 不要讓你厭惡的方式 我一直在找這種方式 如果你真的可以 麻煩你CC IG分享我好不好 分享我你的經驗 你到底做了什麼事 你省掉了什麼樣的垃圾組 然後你的訓練組的強度到什麼程度 分享給我一下 我真的想讓朋友們知道 我提倡的東西 對大部分的朋友真的是有用的 OK 學生 好你的問題問完之後我要繼續了 12RM的重量休息90秒恢復下來 接下來頂多8、6下是不是欠訓練 表示你12RM真的做到力竭了 那12RM做到絕對力竭 你休息90秒的話 很可能除了肌肉已經達到該有的訓練量之外 你的ATP也還沒有回來 所以你沒有辦法做到前一組的12RM 只剩下8下、6下 這是有可能的 OK 好 剛剛講過RU 再來黑武士 所有的男性朋友 黑武士 如果你想要 保持 50歲 還能夠硬邦邦 讓你的伴侶 對你贊不絕口 黑武士 網址 網址 折扣碼 我想從牛奶當原料的朋友 當然大豆原料 就是純素的原料 如果你有吃素的習慣的話 連結都在我的資訊欄裡面 從凱教練點進去連結 Muscle Fuel 限責100塊錢 如果你是第一次的話 好嗎 當然 還有凱教練的年度代言 我的那個 可拆式的啞鈴 也在我們的連結裡面 有興趣的話 朋友們 歡迎去 選購 你喜歡的產品 不要有壓力 不然就專程來聽我上課 OK的 我們就來聊天 好 我們今天聊的主題 是從這一支影片來的 我要讓大家看一下 我今天參考的影片 在什麼地方 等我一下 這支影片真的很有意義 我看完之後 我都自己覺得非常有感覺 因為我身邊真的有太多這樣的人 好 這支影片是從 戴瑞克 Derek的 Derek的頻道叫做 More Plates More Dates OK 如果有深入看過 Derek的朋友就知道 甚至有很多醫生 會請Derek 去跟他們聊 Podcast 就是純聊天的 然後醫生會請教Derek 因為他從高中開始 他就使用類固醇 而且他對所有 合成性類固醇 不管是自己使用也好 朋友使用也好 使用的劑量也好 副作用也好 在什麼東西的組合的情況之下 能夠產生 能夠產生一般人 沒有預期到的一些效果 都好 他是非常熟的 所以如果今天你真的 已經練了五六年了 你真的嚮往 就像Grey Doucher一樣 他說 我比了44場比賽 我的人生我都是自然的 我變成載頭了 OK 我的人生都是自然的 但是我後來想要拿到職業卡 所以我去開始使用藥物 所有藥物我都用過 Grey Doucher他是這個的想法 如果你也有這樣的想法 記得在你把第一針 打到身體裡面以前 不要只聽你的教練說 不要只聽你的藥頭說 因為他們可能都沒有很清楚 他們在說什麼東西 你的醫生可能也不懂 你的醫生也不懂 打到這麼高的劑量 會有什麼樣的感覺 所以一個more plates more dates 另外一個anabolic doc 這兩個人 他們聊了非常非常多的 合成性使用 提升藥物 如果你真的想不開 想要去使用 起碼自己 先很清楚的了解 每一個藥物 他的 他的化學結構 他有什麼作用 有什麼副作用 新年快樂 你好 歡迎來看 你了解了之後 再去使用 好 那Devick的這一支影片 這支影片很有意思 OK 你們如果想要看原文可以去看 那我會講他的東西 講一些 講我的感覺 講一些 他這一支影片說 Why they stay shredded eating whatever they want and you can't 就是 這一些人為什麼 常年都保持在備賽狀態 然後他們愛吃什麼就吃什麼 你不可以 你們有沒有過這種想法 身邊有沒有過這麼討人厭的人 奇怪 愛吃什麼就吃什麼 然後也從來都 中年沒有看過 他有很奇怪的走樣 頂多就是腹肌稍微糊掉一點點 有沒有過這種人 一定有 OK 那在這個影片一開始 Devick他就先講了 他說 他叫這個叫 high school metabolism 就高中的心存代謝 你有沒有印象中 因為來 花花 你用黑科技 不是 真的不是 沒這麼單純 應該說 沒這麼 複雜 你真的 就算是黑科技 好了 花花 你可以中年 都保持在高劑量的黑科技嗎 你有沒有想過 如果中年都保持在高 高劑量的 合成性 類固醇 使用的話 你可能會在三十幾歲 就離開我們了 這是非常可能發生的事情 OK 三十歲 四十出頭 很可能就離開我們了 因為你常年使用這些藥物 你的作用可能不會越來越高 他只會報酬遞減 但是你的副作用 卻會累積越來越多 你的內臟要處理很多這一些 被代謝下來的代謝的東西 而加強了 加大了他們的工作量 OK 對 凱教練就是這種人 對我來說 即使亂吃便肥之後 肩膀線條還是這麼好 臭保羅 我不是這種人 好 我今天就要來解答你們的問題 所以我們是不是在高中的時候 常常想到說 有一些人在高中 他又是學校的籃球隊 然後你還會跟他出去 什麼吃漢堡 晚上出去喝 高中不建議喝啤酒 大學 21歲以後才可以喝酒 台灣是20歲吧 應該是 這種人 然後 他 一 過了 大學 你過兩年再看到他 他就 走樣到 你沒有辦法 認出來他的程度 哇高中明明是又美 又帥 又瘦 還有腹肌 腰臀比超好的 結果出了社會 大概兩年 三年之後 他突然之間就完全變成 另外一個大叔 或是大神 有 有過這樣子的經驗 那我們都會不會覺得說 他是不是 很可能 他出了社會之後 過了高中以後 新陳代謝就極度下降了呢 OK 是不是這個情況呢 又或者是說 這一些人 他是不是 有很高的新陳代謝 這一些人 是不是他的甲狀腺素 比一般人發達很多 分辨量非常大 這邊一個朋友舉得很好 OK D6T91030說 好像 Jeff Cavalier 47歲 長年都超乾 所以我們就在講 有沒有這樣的可能在 有沒有人 我們是不是有人見過 XR 我們問題留在最後 好不好 OK 我們問題留在最後 那有沒有人在非賽季的時候 把自己 吃胖 胖的跟熊 胖的跟熊 都不夠來形容 有一些選手 off season 真的 你不說 你會覺得他是一個胖子 這也是我常常講的 你不要跟人家說 我是練健美的 我現在是非賽季 我現在是真機棋 當你真機真道 你如果 脫了背形 人家以為你是摔角選手 以為你是相撲選手的時候 那你就不是在練健美了 好嗎 朋友 請清楚的接受 這一個事實 健美 這一個運動 或者是長肌肉 或者很單純的 我想要一個漂亮的體型 我不上台比賽 我只是要一個漂亮的體型 它就是一個 膚淺的 視覺性的東西 所以當你看起來 一點都不健美的時候 你不要找任何藉口說 我是非賽季 OK 我是真機棋 你等著半年以後 我當我減脂下來以後 多少 你減到重要 給我三個月 十二週的時間 當我減脂下來以後 我嚇死你 我的肩膀拉絲 我的屁股橫紋 我的股四頭肌 水滴整顆出來 有沒有這種事情 我們都希望有這樣子的事情 但是並沒有發生這個樣子的事情 好 好 那我們去講說身邊是什麼樣的人是長這個樣子 我們來看一下 當然Derek自己本身 Derek自己本身 舉了很多的例子 但是那一些人是國外的網紅 我就不舉國外的網紅的例子 我們來看一下 我身邊有沒有這個樣子的朋友 我身邊當然有這樣的朋友 而且 好人厭 我常常就以為說 我明明練得比他們兇狠 為什麼這一些人永遠長年都保持這樣的線條 來看看這張照片 這張照片 是 2021年大概3月4月 我看一下 2022年 22年的2月27號拍的 那個時候 我記得我還保持 我剛剛跟夢多21年底比完賽 所以那個時候我是賽後才一個多月 沒錯 我在這裡面我是最乾 因為我是剛剛比完賽 但是 旁邊這幾個 這個我的好兄弟 Rock 這一位老先生 劉更宏 我們都知道 老到 這個是我們裡面年紀最大的 他當年49歲 我47 現在我49 他51 夏漢君 83年的傳說 1983年 民國72年次的 OK 這個浩克 OK 浩克 好 我們看到這幾個人 都是 如果你沒有追他們的IG 他們不會像我一樣 我不可能常年保持在這個樣子 我沒有 我發誓我真的沒有 我是為了比賽 為了上節目 為了照相 偶爾我會讓自己把自己逼成這個樣子 因為我還是覺得這樣好看 但是 我不知道朋友們怎麼想 我們來看一下 這個就是你自己一個審美的一個問題了 我們來看一下這個抖音 這個是我 這個是我朋友幫我 在大陸弄的抖音 OK 在我的抖音上頭 等會兒 我先看一下 視頻 全部 怎麼找不到第一頁 怎麼搞的 卡教練 找卡教練 哎呦 他在直播啊 我的天啊 我 難怪 等我一下作品 好 我們來看 我看到我自己 這個是我大概 8180公斤的樣子 線條很好 但是頭很大 肩跟手都很小 對不對 那 我 我說真的 我呆在這個樣子 我呆在這個樣子 對我來說 吃東西是很難過 我記得哦 我呆在這個樣子吃東西 我會餓 而且我幾乎天天沒有覺得吃飽的感覺 但是 我呆在這個樣子 輕輕鬆鬆 我愛吃什麼吃什麼 我今天可以吃宵夜 我可以吃冰淇淋 可以吃甜甜圈 我大概這個是我89公斤的樣子 但是 這個樣子 這個樣子跟這個樣子比起來 中間大概差了7公斤 這個7公斤裡面可能會有差到 兩公斤的肌肉 然後其他全都是脂肪 所以比例是這個樣子的差別 在我的身上 好嗎 那我們看到其他的這幾個同學 隨時 我認識的這個Rock 這個是Rock 我第一次跟他訓練 那個時候跟宏把他帶來雲南 他從來沒有跟我訓練過 我認識他很久 但是他來雲南跟我工作的時候 我們第一次一起訓練 然後我們一起練了一次胸跟一次腿吧 那兩次練完他跟我抱怨 他說凱哥你都是這樣子練的嗎 你隨時都是往這種強度去嗎 我說我隨時每一次訓練過去23年 除非精神不好 除非狀況不佳 不然我幾乎都是這樣子練 凱哥你練的也太狠了啦 然後結束之後凱哥你還 你還做有氧 我說我做有氧 他是完全不做有氧 然後他最常吃的東西在台灣當教練 他最常吃東西叫麥當勞 OK 所以他是個喜歡吃麥當勞的人 我們可以看到 這個Rock 身高172不到173吧1723 他的體重只有66公斤 但是在這個圖照片上看起來 你看他頭的比例 尤其他的胸的比例 Rock的胸的比例非常漂亮 我看一下我們找到那張照片 Rock的胸的比例非常漂亮 你看他的胸 可以切到這麼的深 是不是 他其實尤其側面 手看起來還特別粗 其實他手只有15寸 我的是16半到17 他的手只有15寸 但在他身上加上他 而且討人厭的是他媽 臉還長得還蠻帥的 對不對 所以 所以這個真的是氣死人的基因 好 那我們再看看另外一位 夏漢君 我幾乎沒有看過漢君 離開過這個樣子的狀態 OK Rock OK 我們先講剛剛那個Rock Rock健身幾年 Rock我認識他大概有七八年的時間 這七八年他都有在運動 但是 你對我來說 他的訓練頻率 訓練強度 我不覺得是往選手的方向去 但偏偏人家這個樣子 穿個海灘褲上台 在協會 就可以拿到還不錯的成績 我講真的是這樣子 所以訓練跟出來的樣子是 那是兩件事情 沒有說你 沒有說你練得很狠 吃得很健康很努力 你比賽成績就一定很好 沒有 有人升下來100公尺跑就是11秒 有人升下來就是18秒 沒有辦法的 再來看漢君 漢君幾乎沒有脫離過這個狀態 從我認識他到現在 83年的傳說 所以他今年 1983年小我9歲 今年要滿41囉 他那個時候 我認識他大概36 34 5歲 現在要41歲 他常年都是在這樣子的狀態 我們真的是因為他基因好嗎 夏漢君真的愛吃什麼就吃什麼 亂吃嗎 我不知道 我們先把這個放心裡面想一想 好 那這一位 更別說了 大家都熟悉 好不好 我們的劉老大 劉更宏 劉更宏 是我從1998年認識他的時候 劉更宏就是個死樣子 幾乎沒有變過 時間在他身上幾乎是完全是停下來的 有了他的臉還是有老 跟我一樣 你看我們一道靜 我們的法令文 有沒有 我們的余悅文 一靜就就出現了 但是 不影響我們遠看 OK 遠看的時候 遠看稍微把臉再拉緊一點 有沒有 有沒有 這個角度拉平了之後 還挺好看的 有沒有像黎明 深秋的這樣一個黎明 無限清醒在心底 OK好不重要 所以 我身邊真的有蠻多像這個樣子的朋友 我也都見過 然後 Derek的身邊 他也舉了很多網紅 他也見過 所以到底發生了什麼樣的事情 真的是因為 這一些人 他們有很高的新陳代謝嗎 真的是這樣子嗎 我們去想一下 真的是因為這一些人 他的 我們先不講 肌肉成長 跟反應 不講這個 我們先不講肌肉大小 跟肌肉形狀 肌肉起指點 這一些的基因 我們都不講 像剛剛Rock肌肉 真的很好看 浩克的肌肉 浩克也是常年 永遠是六塊腹肌 他的腹肌 只有可以夹硬幣 跟不可以夹硬幣的差別 其他隨時 都可以 看得到他清楚的腹肌 那真的是 我們只講 鹼脂肪 維持在一個 低的體脂肪的情況之下 真的是基因嗎 還是這一些人 他們的甲狀腺 就是莫名其妙的活躍 拼了命的分泌 OK 那 Derek 在他的 影片裡面有提到說 他說這麼多年 我看過很多的選手 我想法也是 太不公平了 他們可以吃什麼就吃什麼 他們可以愛喝啤酒喝啤酒 他們永遠都有腹肌 但是 他看過身邊那些美國的那些朋友 有幾個人 的驗血報告 他看完之後 你不要愛黎明啦 你愛張學友 看完他們驗血報告 發現 首先不是假狀腺 他們的假狀腺 跟一般人差不了太多 也不是生長激素 特別的 特別的高 也不是什麼 搞固酮素 別人在 300到900之間 對不對 我們說低於300 你就是低搞固酮素嘛 900以上 你就是 易於常人嘛 對不對 一般正常很難有 9001000的 除非你是豪哥 我不知道豪哥有1000啊 但是我覺得豪哥的搞固酮素 肯定易於常人啊 剛剛那個Rock應該也是 OK 之前我有一個朋友 叫做卡羅斯 他應該也是一個搞固酮素 易於常人的人 所以 也不是搞固酮素 他們也沒有1000多 這一些本 也是就落在5600 6700之間 我甚至記得 他有邊吃邊講 這是我老婆剛剛買給我的 這個是高山金軒 看到沒有 高山金軒茶無糖 無糖的高山金軒茶 但是我老婆今天不知道 為什麼幫我加了波波 所以裡面有波波可以吃 好 都不是這些原因 那到底原因是什麼 我們要揭曉 好不好 原因 簡單到 簡單到你會想要罵髒話 第一 Portion Control 跟他的食量 進食的量 真的有很大的關係 OK 常年吃素 為什麼還是會胖 因為自己 Ribbon 好 我必須要先跳出來回答你的問題 為什麼吃素不會胖 為什麼吃春吃荤就會胖 會胖 會受是熱量的問題 今天就是來跟你聊這一件事情 OK 自然大致的握推是不是都很強 OK 要是太關注別人的起跑點 養成一個好習慣 好 這不重要 謝謝你們的留言 我等一下再來看你們留言 所以 這一些人 他發現 看他們的驗血報告 Derek是有科學角度去看的 所以驗血報告上 他們身體裡面的荷爾蒙 他們的 甲狀腺 他們的生長激素 他們的搞固酮素 都沒有跟人家不一樣 原因 他們常年保持低的體脂肪 真的是很簡單 第一 食量 Portion Control 到底吃了多少 第二 OK 第一個是Portion 你吃的量 總量是多少 第二個 Appetite and Satiation 就是你個人的食慾 加上你如何會得到飽足感 第三 Your brain gut chemistry 你的腦袋跟你的胃 它中間的一些化學作用 你身體的一些信號的分泌 我們知道 身體如果分泌 分泌更多的Leptin 仙體素 OK 你就會比較使用脂肪 你會比較有飽足的感覺 當你肚子開始餓的時候 當你的胃開始分泌Growlin的時候 這還會驅動你的身體 分泌IGF1 還會驅動你的身體 去分泌生長激素 那這個Growlin就變得很重要 它是一個飢餓的荷爾蒙 所以當你的飢餓荷爾蒙 分泌比較多的時候 你就更容易 比較餓 所以 到最後的結果 還是卡洛里 勁跟卡洛里 出的問題 簡單的來說 這一些人 真的就是沒有吃到這麼多 這一些人 真的就是 常年 容易保持在 比較低的熱量攝取方面 舉個例來講 他講說 James OK James 是他的影片裡面 講到的一個美國網紅 他這個傢伙 他在增肌的時候 他要強迫自己 每一天吞下 3500卡 乾淨的食物 你身邊有沒有這個樣子的人 夢多就是一個這樣的人 每次我們出去吃飯 夢多 改革吃不下 我說你不是是做那個美食節目的嗎 以前那個美食節目 跟那個梁赫群 小梁哥一起主持叫什麼節目 我問你不是要吃很多東西嗎 改革吃不下 所以我跟他去台南那一次 都是我在吃 他都不負責吃 夢多是一個天生 食量 相對不是這麼大的人 OK 可以助你歐趴 好 我助你歐趴 沒有問題 所以胃口小 他容易得到飽足 不是他 對你可以說是天生胃口小 就是 他們就是不容易吃多 夢多不容易吃多 大家我們去看過 Ronnie Coleman的影片 Ronnie Coleman在他比 2004年的 奧林匹亞先行的時候 我看過他的Cast of Redemption 一集 一集錄影帶 當年還是看錄影帶 四天的訓練 胸背肩腿的訓練 然後他都是 早上起床自己弄一個蛋 然後加一個什麼 早餐弄一弄 吃完之後 祷告完吃完吃一堆營養品 就去練 練完之後 去到一個 Outback OK 美國的牛排店 吃一個這麼小的牛排 然後加一份薯條 或者是有時候這麼小的牛排 薯條上還加一點 加一點 Cheese 他一天吃三到四餐 這個樣子而已 以Ronnie Coleman的身體來講 這個食量 真的很小 所以剛剛他講到那個 James 他在 增肌的時候 他一天要很勉強的 吞下 3500卡的食物 所以對於這一些人來說 我們周期化訓練 先不要聊好不好 等到我們這個講完 可以嗎 謝謝 你現在打給我 我等一下就忘記了 OK 我等一下這邊講完就忘記了 不好意思 好嗎 阿狗 我們這個講完之後 我 這個都會留在 我們 呃 留在凱旋人的影片裡面 所以你可以回來聽的 好 那 我不知道你們是什麼感覺 好 那 對於這個James來講 他一天可以吃 2500 或2700卡 他就能夠維持 而身邊的朋友 有沒有朋友去計算過自己 一天到底吃多少東西 我拿我自己 來跟大家舉個例子 我 的基礎代謝率 如果 InBody上面是准的話 我的基礎代謝率大概在1800到1900之間 那 我們知道你的基帶 再加上你的熱耗能 再加上你的 NIT 就是 Non-Exercise OK Activity Thermogenics 你的 非運動時的熱量消耗 再加上你的運動 他就會是你一整天的熱量消耗了 理論上你可以這樣推斷出來 所以 如果你是一個做事生活形態 你每天不健身 你完全沒有運動習慣 就坐在電腦前面 那你大概基礎乘以1.2 你如果 你的 稍微有一點活動量 你的工作室可能管理員 或者要起來走走路的 或者你的工作室 外送員 你今天是一個UberE的外送員 那你的熱量消耗可能就會比較高 可以乘到1.5或是1.7 像我的活動量就非常非常的大 我一禮拜練6天重訓 加6天有氧 可能還有5-6天 每一天要上3堂到4堂課左右 所以我的消耗量很大 我自己抓過 真的要去算的話 我一天 如果我基帶是1800 那我可能要乘以2 要吃到3600 我認為我現在每一天大概吃 將近3600到4000之間 我每一天大概是這個樣子的一個 一個飲食量 所以我今天要造成熱量赤字 我可能必須要吃3200卡 3100卡一天 我才會感覺到熱量赤字 而當我開始有熱量赤字 我的體脂肪還在15%上下的時候 我不容易有飢餓感 但是當我一過了12% 11% 我還想要造成熱量赤字的時候 我的飢餓感就會相對很嚴重的 上來 我也曾經看過浩克 他有一次真的是餓到 他把五六代的零食一口氣吃掉 吃完之後 他就跟我說 好我就偶爾會發一次瘋 凱克我偶爾會發一次瘋 平常我不是這樣子的 真的身體會受不了 所以如果你想想 你是一個每一天吃2000到2500卡 你就很能夠輕鬆的 覺得不會餓的人的話 你是不是相對來說 總熱量攝取就不是這麼高呢 OK 那相對我自己來說 我知道 再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最近不是說我已經胖到89公斤 快90公斤了嗎 很奇怪哦 我的體重 然後我一旦瘦到812 就是我認為好看的樣子 812體脂肪低的時候 我會嚴重的感覺餓 然後我體重要回來 像我那時候11月我剛去比完星光大道唱歌比賽 那個時候大概落在84 83公斤 已經逼近我快要到很瘦的情況了 那83公斤我回到86 我花了兩個禮拜不到的時間 我就很容易到86 所以到86上下 我就相對覺得每一天是吃夠的 但是當我一到88 89 我不用去控制我的飲食 我的身體 我只要保持一樣的運動量 我不用控制我的飲食 我吃到一個程度 我的胃會不想吃東西 我的身體會告訴我吃到這樣 夠了 不需要再吃多 再吃多 甚至會覺得難過了 OK 所以有時候你要靜下來聽你的身體 當然如果你是常常吃甜食 吃讓血糖震盪很大的 你常常給身體 所以很多的很嚴重的胖子 真的是吃出來的 真的不要說 像我們知道有很多的藝人 很多的尤其女藝人 我們不要舉台灣的例子 這會變成大家攻擊的對象 例如說Maria Carey 我最愛的花蝴蝶 她曾經讓自己發福到很嚴重的程度 女藝人都會說 啊我是荷爾蒙絲條 我進入更年級 我沒有辦法控制我的食慾 其實我沒有吃東西 我呼吸 我光是眼睛看了 眼睛看了一眼薯條 我就胖了 有這種事情嗎 你真的認為有這種事情嗎 只要胖了 每一個藝人胖了 都是因為荷爾蒙失調 我就不是啊 首先我不是藝人 我只是個教練 OK 不是 歐爾也當個歌手啦 但是我絕對會告訴你 如果我這一陣子胖了 你看到我的臉圓了 你看到我的肚子出來 腹肌不見了 手臂線條開始不見了 我就是吃多了 就這麼單純 我不會跟你說 我其實很控制 我都有注意飲食 但是我的荷爾蒙失調 所以我是生病 所以胖成這樣 有啦 一千個 兩千個 可能會有一個 真的是因為生病 完全沒有辦法控制 然後讓自己 發胖水腫 一定有 我相信 但是那個情況之下 你可以去找醫生 幫你診斷跟治療 OK 但是十個胖子 九個半 好啦 一萬個胖子 九千九百九十九個 都是吃出來的 絕對是吃出來的 OK 所以 我們再來看 另外一個 好 我們剛剛講了 第一個 絕對不是荷爾蒙的問題 是你自己身體 你自己的身體 會想要吃多 或是吃少 第二 你的運動量 到底有多少 他舉出兩個例子 一個是Mike 這個Mike 是美國的網紅 他的運動量 大到亂七八糟 另外一個是 Greg Doucher OK 我最常跟大家聊的 講到那個 那個 那個 Coach Greg OK 講話像火雞叫一樣 那個Coach Greg Coach Greg 他除了自己的重量訓練之外 他騎多少腳踏車 你知道嗎 OK 所以 Coach Greg 他雖然身高 只有五尺六 到五尺七 但是他可以 中年保持在 190磅 which 我覺得真的超誇張的 OK 190磅是 826 85公斤 85公斤 身高 168 到169公分 85公斤 中年維持在 9% 10%的體脂肪 當然Coach Greg的線條 並沒有像 傑夫大叔 維持的 這麼這麼 這麼的乾 剛剛有人提到 傑夫大叔 傑夫大叔 說了 他一年 只有到聖誕節的時候 才吃一次 南瓜派 那個生活 你不覺得 太痛苦了嗎 OK 傑夫大叔 真的是靠飲食 控制 吃出來的 好 所以熱量消耗 絕對是 另外一件事情 我們前面講了 你的熱量控制 你的熱量進來的控制 為什麼這一些人 常年保持在比較瘦的狀態 因為他們天生就容易飽足 他們天生可能 不會分泌太多的 飢餓 飢餓荷爾蒙 OK Browling 他可能就是容易吃個 他就是吃不多 夢多就吃不多 再來 動得多 我們拿根紅來當一個例子 根紅我注意過他幾個事情 根紅常年都是有腹肌的狀態 根紅已經50歲 要51歲的今年 51他要滿52了 2024他要滿52歲的今年 OK 我們在外面 只要做節目的時候 首先 根紅不像我 我貪吃 OK 雖然說這是無糖的 但是 我會喜歡 我雖然喝黑咖啡 我喜歡吃Cheesecake 我喜歡吃冰棒 我老婆知道我超愛吃冰棒 OK 尤其那個紅豆土豆 紅豆藝人 土豆花生藝美那個冰棒 我超喜歡吃冰棒的 然後 我還好在飲料裡面不愛喝糖 OK 根紅是不喜歡碰任何甜的東西 根紅吃東西 喜歡吃正餐 根紅喜歡吃水煮海鮮 根紅喜歡吃很多的肉 他跟我不一樣 我超愛澱粉 我也愛肉 但是我是絕對熱愛澱粉 我是沒有澱粉 我的人生會過不下去那種 但是他可以少吃澱粉 再來 劉根紅這個人 他能夠站著他不會坐的 能夠有單槓拉的時候 他不會站在地上 能夠跳起來的時候 他不會好好的站在街邊 我們的習慣都是 只要能夠上樓梯 我們不坐電梯 汽車盡量停的比較遠 多花一些 這一些小事情都會加在一起 這都是你每一天的熱量消耗 我們有沒有聽說過 當年那個誰 Michael Phelps 美國的奧運金牌的傳奇人物 他是拿了幾面 21面 一個人拿21面奧運金牌對不對 菲爾普斯 飛魚菲爾普斯 他是不是說 他一天要吃8000卡 我記錯8000還是12000卡 那個數字我聽到我是嚇死了 但是他卻要在游泳池裡面 每天來回游6到8個鐘頭 所以我不怕你吃啊 他消耗的掉嘛 OK 所以這一些體脂肪很低的人 常年體脂肪很低的人 他能夠消耗的掉 所以我們再來看喔 這一些人不管他的Leptin 他的先體素的水平 他的飢餓素的水平 他身體的 他身體上面的一個 飽足感的一個信號傳到腦袋 不論如何 OK 你到底一天是可以3000卡吃飽 2500卡吃飽 還是 3500卡吃飽 這個可能是這一些人天生有的 比我們 不要說比我們啦 因為我也是這樣的 我是靠運動嘛對不對 對很多人來說 其實我也算長年保持在相對OK的體脂肪 雖然我覺得我現在很胖 OK 但是可能對某一些朋友來講 我也算是長年保持在相對比較低的體脂肪 因為我覺得超過15以上就真的非常難看 OK 那 Derek說 他們真的很容易呆在比較低的體脂肪 媽 這個是我們 常常在看網紅 看身邊的朋友 我們看到 我們認定的感覺 我們常常用我們看完的東西 沒有去求證 我們就覺得他是這樣 說不定他們很痛苦啊 說不定人家飲食控制的很嚴重啊 是不是 說不定 我們只是聽說有一些人 他覺得他吃一點就飽了 對不對 認知的問題嘛 所以每一個人對於食物總量的認知 也不一樣 OK 那我們不知道他們到底痛不痛苦 就像我 我知道 因為我跟浩克真的是常年一起走下來的 我不知道 Rock 我們剛剛講那個我前頭那個好兄弟 他又吃麥當勞 他運動又沒有很凶狠 他強度其實真的沒有很高 但是他肌肉會反應 我跟他沒有 真的長期相處過 所以我不知道他有多認真的在控制他的飲食 其實飲食控制第一大原則是 肿量 絕對不是去算細節 飲食控制第一大原則是肿量 那我看過浩克崩潰的樣子 我知道浩克是怎麼樣 每一天 稍微 稍微你的腰部脂肪多一點點 你就會開始注意熱量的攝取 這個真的是很可怕的一件事情 我知道我做不到 因為 為了比賽我願意做 OK 為了生活我可以忍 為了中國武術我不能忍 為了 OK 為了比賽我可以忍 為了過日子我不能忍 我沒有辦法每一天 我可以一個禮拜堅持六天重訓 因為我熱愛 我喜歡 我不要說我努力 我其實哪裡努力 我進健身帽我是開心的 做完重訓後的有氧 可能有一點要強迫自己 但是當我做完有氧 我就可以吃我想要吃的東西 而我的身體當我回到15%的體脂肪左右 我吃到一個程度 我也不容易暴飲暴食 以我的基因來講 我要讓自己胖到90公斤以上 我這一輩子還真的沒有發生過 OK 我這一輩子最胖最胖在美國有過一次到200磅 200磅真的是928 928 91公斤 在比較年輕發生過一次 那超過200磅 我真的很難維持每一天的熱量 讓我一直呆在200磅 OK 好 那今天 為什麼要跟大家聊這一個東西 OK 他下頭還有提到一個原因 但這個原因其實可能相對不是這麼的重要 就是我們天生的脂肪細胞的數量是多少 我們知道我們在成長期 長到差不多 小孩成長期到一個程度的時候 你的脂肪細胞長 長完了 長完了以後 你的脂肪細胞數字 它的數量就不會變 它只會變大跟變小 所以理論上 你帶更多脂肪細胞的人 你相對容易胖 你脂肪細胞少的人 你相對不容易胖 而在你成長時期 你的生活習慣會決定 你的脂肪細胞到底會長到多少 所以如果你在幼兒時期 在發育的時候 你的爸爸媽媽就喜歡帶你吃很高熱量的食物 記得食物的熱量跟飽足感 它還是有一些差別的 高熱量不代表高營養 高飽足感也不見得代表高熱量 所以在食物上是有選擇的技巧 可以去操作 這不是一個絕對不能夠操作的東西 所以有可能你天生的脂肪的數字比較高 那你可能就相對於一般人比較不容易瘦下來 好 那我們知道 OK 答案其實非常的簡單 絕對不是這一些人有比人家好多少的 新陳代謝 有多麼強烈的 甲狀腺素的分泌 或是多高的甲固酮素在身體裡面 那我們不要講用不用藥 很多人很喜歡把說 他們是用藥的 所以他們常年保持低體脂肪 你就沒見過用藥的職業選手 胖的跟豬一樣的嗎 用藥還是可以把自己吃的跟豬一樣的 我見過太多了 所以 這絕對不是影響體脂肪長年保持低的 最主要的原因 在我們知道 如果原因這麼單純的話 那我們今天 為什麼要討論這一件事情 因為 你就知道 你就知道 這一些人 絕對 我小時候 我小時候常常 把事情想得很簡單 有一些人 他們就是很容易只要動 只要有運動 他就可以保持很好看的體態 不只是這個樣子 OK 絕對是飲食 熱量攝取 跟熱量的消耗 那可能這一些人 他們攝取熱量 相對來說 比較容易維持一個不走樣 不吃到太誇張的總量而已 但是 他們也許天生基因愛運動 也許天生基因上愛運動 有一些人就是過動兒 他可能就停不下來 所以他比較容易保持在一個 像是有運動的樣子 OK 這個我給基因 有些人天生懶 可能有人天生懶 這個到底有沒有辦法 被後天所影響 還是天生基因注定 你比較懶 這個 我希望有人可以去做一個 這樣子的博士論文研究報告 去研究一下 是不是有這個樣子的事情 所以這兩個你都做到了 你只要熱量能夠控制住的話 你又願意提升你的運動量的話 你一樣可以 常年保持在一個較低的體脂肪 所以 今天的這個討論完之後 答案讓人家覺得非常的失望 OK 這答案真的很簡單 沒有任何的 神一般的基因 你永遠練不過一個壞的飲食習慣 沒有任何一個神一般的基因 會讓你 可以什麼事都不做 愛吃什麼就吃什麼 然後完全不運動 就保持在永遠有六塊腹肌 肩膀圓圓的 胸肌厚厚的 沒有這個樣子的事情 可能 你在高中的時候 你在初中的時候 你常年保持體脂肪是低的 OK 有沒有這樣的學生 我們去想想 在你們的爸媽 或 OK 我的頻道的朋友 很多年紀跟我比較近 我們的爸媽那更早 OK 現在二十來歲的朋友 你們的爸媽 在初中高中的時候 你想想你初中高中 你到底有多少的活動量 每一天 OK 我們在國中國小的時候 哪有到處是7-11 OK 我今年我1974年 民國63年次的 那73年 民國83年 我就算我20歲是民國83年 1994年好了 台灣的7-11有這麼的方便嗎 滿街都是茶葉袋嗎 滿街都是熱狗嗎 有沒有到這麼的方便 你身體 你身上隨時可以貸這麼多的錢嗎 然後 第一你熱量真的吃不到這麼多 我們小學一定是貸便當 每天早上吃個早餐之後 中午就是一個家裡面貸的便當 晚上下了課回家再吃東西了 這中間那個時候我們學校也沒有販賣機 然後每一堂課的下課 你都衝出去打躲避球 每一堂課的下課 你都衝出去打籃球 然後下了 放學之後 你還要在學校留下來 跟人家玩 跟人家活動 走路上學 走路放學 所以你在學校的時期 你很容易保持在一個 相對低的體脂肪 而且男生 尤其像我們這種好動的男生 14 5 6 7歲 當我們在進入青春期的時候 我們男性荷爾蒙 可能衝到腦袋以上衝破了 每天走在街上一看 噢靠 那個腿真漂亮 仔細一看 原來是一根白蘿蔔在街邊 原來不是腿 你把白蘿蔔都看成是一條腿了 那時候我們男性荷爾蒙 是衝到腦袋以上 打個噴嚏 哎呀男性荷爾蒙 所以在那個時候 你吃的又少 運動量又大 你怎麼累積體脂肪 OK 所以再回去看清楚這一切 你會發現一切事情都成立了 我們只是希望看到 原來有一些人 他們有這樣的基因 他愛吃什麼就吃什麼 他也不用太多的運動 永遠是六塊肌 我不是這樣的基因 所以我這一輩子沒希望了 那今天這一這一篇主題就是告訴你 錯 沒有這種事 只要你願意 就有方法 OK 而且你可以透過你的生活習慣的改變 我們前幾次的直播不是講的嗎 你如果 從大學畢業 不小心把自己花了五年的時間 到27歲28歲 從15%的體脂肪吃到30%了 你已經超過肥胖了 你已經是在醫生跟教練必須干預你的一個情況之下 你從30的體脂肪 你花了五年六年時間吃上去的 你為什麼覺得 你可以在三個月以內 直接把它收回到15%的體脂肪 你花五年累積的 你三個月就要瘦下來 你講點道理好不好 你給你做到了 你還講武德嗎 你馬寶國啊 年輕人不講武德 不可以這個樣子 所以你既然 我以前其實也瘦過 或者是我小時候就是個胖子 所以我沒有他們的基因 你就照我那一集講的 我們講過 你從30 慢慢的來一個12個禮拜的週期 讓你掉到25 好不好 掉了5% 然後你不要再吃熱量赤字 因為長期熱量赤字 你的腦袋 你的精神會受不了 你就維持在25一段時間 然後穩定的運動 穩定的運動 然後覺得身體的食量穩定了以後 在下一個週期 往22 21去 然後過了4個5個這個樣子的週期 對你來說15就是常態了 好嗎 同樣 Grey Ducey也說過 對他來說 9% 是一個常態 現在的他 9%的體脂肪 是一個常態 我在我身上 過去這23 4年看下來 我 待在15% 會是一個輕鬆的常態 12到15之間 我從15掉到14 13 其實不需要做太多的付出 因為我的付出已經 給滿了 OK 我說我的體脂肪往上走往下掉 我說這個事情在我身上發生的時候 只有熱量攝取的改變 而我的訓練 我的有氧 是一直保持沒有變過的 好嗎 要維持一定的體態付出大嗎 要怎麼樣才知道不值得 你自己去決定啊 OK 那你覺得值得不值得啊 像我覺得每一個禮拜運動6天加油氧 我很開心啊 而且我維持這樣的體態 我的學生來找我上課的時候 我個人認為比較有說服力啊 我真的很膚淺 我真的覺得這樣比較有說服力 好不好 所以在聽完 在聽完今天這一部影片之後 希望大家首先 一 我們做個結論 一 不要再認為有人的基因真的可以不運動 然後愛吃什麼就吃什麼 常年保持在低體脂 沒有這樣的事情了 他一定有某一些程度的付出 縱使他天生容易飽足 他不容易吃的多 他也一定在運動上有一定的付出 這是第一點 第二點 如果你之前有過這個樣子想法的人 那恭喜你 你起碼知道這樣的基因不存在 縱使你的基因是極度爛的基因 你就算肌肉不好反應 其實我不覺得肌肉會有不好反應 一定是你練的 要嘛方法可能很不正確 強度不夠高 然後再來就是堅持的不夠久 我有氧一天大概30到40分鐘 如果比較胖的時候 會做到50到60分鐘 但是至少都有30到40分鐘 OK 好嗎 我被你打斷了 我剛講到哪裡 我剛講到哪裡 你堅持的不夠久 OK 所以你的肌肉要練下去的話 我認為 使要練的方法 對 堅持的夠久 你都可以看到肌肉的成長 所以 恭喜大家 不要再認為 要去怪罪基因 要怪罪就是 你自己願不願意付出 跟努力 好嗎 好 我們今天的主題聊到這邊 我們來開始跟朋友們進行交流 在跟朋友們進行交流之前 再一次謝謝各位親愛的朋友們 在線上340位 今天還蠻多的 首先 我們來看一下 阿如的折扣 Superman Kai 阿如的背心 阿如背心真的還蠻好看的 OK 而且這一件我覺得很顯背 那個背的寬度很好 最近 最近我88公斤真的感覺還蠻 我把頭 頭下來肩膀就不寬了 但是我頭很大 但頭拿掉我的肩膀跟背就還可以 只是已經看不到太多線條了 還有剛剛 在前 在前一支影片 我要補充一點 就是 他有提到一件事 我忘了補充 就是 每一個人的體脂肪分布的地方不一樣 像我的15% 人家看我的手 會覺得我的手 真的不像15% 會覺得 凱哥你的手 還有切度 手像13 14% 12% 的感覺 12% 的感覺 因為我的脂肪都在腰上跟屁股上 所以我的腿跟屁股 會 會比 上半身胖的多 等我胖到臉都胖 可能就已經18 9%了 所以我是這樣的人 所以你可能會覺得 就像夢多有講 凱哥我在胖我都有腹肌 他這一次是真的腹肌胖到沒有了 他到20%了 夢多是15%都還會有很好的腹肌 但是夢多是到上台 7%8%的時候 他的手都沒切線 我不知道你有注意到這一點 所以每個人的脂肪分布 跟你的身體的狀態真的不一樣 好嗎 好 阿如 阿如的背心 阿如的帽子 阿如最近有一條卡其褲非常漂亮 我還沒收到 明天我回台北 我就可以拿到新的卡其褲了 超開心 折扣碼 Superman海 再來黑武士 如果你跟我一樣 是逼近50歲的男人 你需要一點外來的幫助 OK 讓你從90%變成110%的強硬 黑武士 純天然 草本 不帶任何西藥成分 折扣碼 Superman海 OK 凱哥 我跟凱哥很像都在肚子跟大肥 沒錯 哈哈哈哈 你跟我一樣 好 我們的彈力帶 VRTX 有興趣的朋友 有這個 ZO字型的烏絲帶 還有基本的彈力帶 彈力帶都在我們的連結 都在我們的 那個資訊欄裡面 再來 之前我們看過MuscleFuel對不對 MuscleFuel這個蛋白粉 這個蛋白粉 它有乳清蛋白 那如果你不喝乳清 你是吃全素的 你不想要有荤的原料來源 它也有大豆蛋白 好嗎 這個是一公斤包裝 一公斤包裝 我只覺得好像可以喝很久 比我的臉還大 那 那連結在我們的資訊欄 直接點連結進去 新客戶就減100塊錢 好嗎 新客戶減100塊錢 OK 還有 我年度代言的Tie Steel組合式啞鈴 朋友們如果有興趣的話 組合式啞鈴 我有要到折扣碼了 折扣碼非常棒 阿魯最推薦哪款背心啊 我喜歡的是這種 寬肩的 我不喜歡矽肩帶 我每次穿上矽肩帶 都會有一些 男生對我 投以 溫柔的眼光 所以 我比較喜歡這種寬的 然後寬的呢 下面帶一點 狼狼的感覺 不要收腰收成這樣子 怪怪的 我還是喜歡 寬鬆 訓練起來舒服的 好 OK 我們現在來看一下朋友的問題 豬的平均體脂才12 人還是努力一點吧 凱哥可以解釋一下 為什麼腹部兩邊縮小腹 會有骨頭凸出來嗎 你那邊就是有骨頭啊 腹部的兩邊 你是說哪裡嗎 你是說 到這個位置嗎 這個是你的 你的寬骨的最上面的頂峰啊 所以他本來就應該要有骨頭啊 這裡是肋骨啊 從肋骨到寬骨的中間 這一區應該要沒有東西哦 這一區是腹肌 腹直肌在前面 腹內外斜肌 然後裡面有腹痕肌 他們有一整片膜 從我們的 這邊是八卦嘛 胸骨下面 到肋骨一層膜 整個連到 我們的腹腔把它包起來 所以你摸到骨頭的地方 就是有骨頭的地方啊 凱哥我現在 現在現在我在增肌期 TSZ KITLOW 每天吃四到五餐 沒有做有氧 如果我到減脂期 我一樣可以吃四到五餐 加油氧就可以維持肌肉維度 又可以減脂 理論上是這個樣子 好各位朋友 你到底 記得我們簡單來說一下 我們很簡單的說一次 肌肉為什麼找 訓練 營養 恢復 對不對 所以 重量訓練 抗主力訓練 是肌肉成長 必要的原因 那今天你有抗主力訓練 你的消耗量一定有增加 所以當你有抗主力訓練的時候 你一定可以相對吃多一點的東西 相對於你完全沒訓練的時候 OK 好 那你又要造成熱量赤字 你才會減體脂肪 對嗎 所以你今天只要有重量訓練 然後你一開始體脂肪是高的 你只要有重量訓練 你吃熱量持平 你是一個新手 那你的身體如果不夠的能量 他會去找脂肪麻煩 把這些能量拿來修補肌肉細胞 因為你給肌肉訓練 所以他造成這個理由了 所以你現在是 每天四到五餐 我不管你幾餐 當然你吃一餐或是四到五餐 餐越多 你越能夠 確認身體裡面的營養素是隨時充足的 而不是一天一餐 有可能你的血液裡面 營養度的濃度會有高有低 震盪的比較嚴重 好 那你到了減脂期的時候 其實你的重量訓練不改變 而當你的熱量赤字相對比較大 你的身體的體脂肪又相對比較低的時候 我不敢保證你會不會一定不掉肌肉 但是掉的比例 跟你脂肪掉的比例來講 應該是脂肪會在前面大非常多 一直到你的體脂肪低到一個程度 你的脂肪低到身體會害怕 因為你的身體 他希望什麼東西都要留一點點 你的身體希望待在一個最平衡的狀態 Homeostasis 你不可以我肌肉拼了命的長 然後我的脂肪維持在3% 另外一件事情 所以有選手跟我講過這個事情 就是在使用科技 除了在增肌期之外 最大的重點是你在減脂期的時候 你可以留住很多肌肉 OK 那我其實對這一點非常的好奇 大家看過我比過那一次賽 在比台灣先生跟在比那個 IFBB的時候 當我到79 當我到79 80公斤的時候 我的肌肉真的掉的亂七八糟 真的沒有現在這種飽滿的感覺 那也許只有掉兩公斤啦 脂肪可能掉五六公斤 但肌肉掉兩公斤 但是視覺上的效果 那個肌肉量真的 可能長期的熱量赤字 你的肌肉的含水量也變低 所以它相對飽滿度不會這麼的好 OK XXXZZ15% 我肚子還是一層油至少到12以下腹肌才會出來 15%應該是看不到腹肌 我15也看不到什麼腹肌了 但12我的腹肌就會相對還蠻明顯了 OK 凱教練有試過什麼方法降低食慾嗎 我想到是喝水跟黑咖啡 增加飽足感 SINGYOU HUANG 我會 我自己在保持15 14%體脂肪的時候 我的食慾不會特別的高 我就運動完的那一餐會吃的比較多 其他時間其實還好 所以當我的體脂肪掉到很低的時候 我也沒有辦法降低食慾了 真的 那你硬要說降低食慾的方式 第一吃容易飽足的東西 所以纖維感比較高的東西 第二不要吃太好吃的東西 因為好吃的東西真的會讓你食慾增加 所以為什麼健美選手一定要 糙米飯 花椰菜 雞胸肉 這些東西也是有熱量 只是第一它非常難咀嚼 所以你每吃一口 你都很認真的在吃 所以你只好造成一種飽足感 不是說他們特別能夠幫助你減肥 你沒有因為吃什麼東西能減肥 記得這件事情 親愛的朋友們 你沒有因為能吃什麼東西減肥 你只有因為不吃東西 才有可能減肥的 好嗎 所以你當你吃東西 你吃下去造成了飽足感 總熱量不高的時候 那吃纖維質高的 吃蛋白質高的 相對來說更能夠增加飽足感多一些些 OK 那蘇西說打遊戲容易抑制食慾 這可能也是一個方法 邰哥一次健身會用多少時間 加上動態伸展加上熱身 我的重訓 如果只有練肩跟三頭的那一天 可能40分鐘就練完了 但如果練腿的那一天 可能會到一個鐘頭 所以不一定 然後後面的話 練腿的那一天我的有氧真的會只有30分鐘 但是如果練肩跟練胸 像我今天的有氧就踩到了50分鐘 請問凱教練 分解茶有膳食纖維 斷食期間可以喝嗎 如果分解茶 黃大哥 如果你的斷食是為了要增加 第一斷食是為了要增加好的荷爾蒙分泌 對不對 你一段時間沒有食物進來 血糖沒有上下震盪 你的胰島素就不分泌 你胰島素不分泌一段時間之後 你身體就會開始分泌 Leptin 先體素 你的身體就會開始 甚至腎上腺素 跟生長激素都會分泌 你餵的是這一個目標的話 那你喝分解茶 它只要不含糖 OK 它只要不含糖分 不會誘發你的胰島素分泌的話 你都不算是破壞你的斷食 記得這一點 我的背心穿的是大號 L號 凱教練晚上好 請問如何安排 主間休息時間長短 謝謝 Alson你這個問題問的是重量訓練 肌肉肥大訓練 還是健力訓練 這個是完全不一樣的方向 因為我現在 對我來說肌肥大訓練 有的時候我的訓練組只有一組 所以我會熱熱熱熱完之後 我直接進入一組的肌肥大的訓練 刺激到我認為它能夠誘發足夠蛋白質合成 達到足夠的刺激跟破壞 我可能就去換下一個動作 所以我並不需要我的ATP回來很多 我不需要 那我甚至組一組休息30秒到1分鐘 我甚至休息短是為了要累積代謝壓力 我不是為了要舉起更大的重量 那反過來如果今天你要練的是 建立 你的目標就是要舉起破個人的PR 所以你可能用3到5RM的重量 來訓練你的建立的話 那你希望能夠舉起最大的重量 那你可能休息時間會落到3到5分鐘 做完一組以後 因為你希望你整個身體的細胞裡面的ATP都回來 所以你下一次的表現 是往最大的爆發力的表現的方向去走 所以你這個問題問的 我不確定你的問的訓練的目標是什麼 所以他的答案會有不一樣的 好嗎 凱哥你認為新手應該先接觸 建立舉重健美 哪個才對之後可能轉型比較好 CKC我覺得沒有任何的差別 如果你要轉型的話 如果你的教練真的知道他在教什麼東西的話 兩樣東西 練完一樣另外一樣都要打掉重練 我認為他是兩件不一樣 完全不一樣的技術 越練下去我越認為他不一樣 以前我還認為有相似的地方 沒有現在越練下去越覺得他不一樣 所以沒有單獨一個 你不像我這麼堅持在練健美的話 你想練健力的話 哪一個對你來說是你想先學的 你心中 你心裡面 最想要先去學習到想要達成的目標 先練這個 凱哥 訓練型有花時間熱身 姿勢也挺標準 Eason問的 但偶爾衝PR的時候 會尖峰撞擊 肩膀前術位置會騰動 怎麼解決 不要衝PR 我不知道為什麼你要衝PR 如果你是練建立的話 那這個沒有辦法 如果你真的要練建立真的要衝PR的話 那這個沒有辦法在 因為建立的技術 他的一個舉重的一個skill technique 是我不熟悉的 而且建立必須要舉到關節鎖死 他才得分 不管今天你是抓舉 或是奧林匹克停舉 你都要lock out 你今天硬舉握推 都要lock out 所以 你的關節是必須走完全程 我們來看一下 我這邊舉個例子 我們就講握推來講 如果我的握推是要練胸肌 那對我來說 胸肌的延展是要到 到這邊對不對 甚至再低嘛 我會讓肝子下來 因為我的目標是肌肥大 我要讓肌纖維走到最遠 然後我需要上來到手肘鎖死嗎 沒有手肘鎖死是三頭肌 大家看到沒有 如果我今天推到這邊 把我手去鎖死 我的胸不動了 我手去鎖死 完全是三頭肌在訓練啊 那 就不是目標主要放在胸肌上面 所以如果握推我是為了胸肌 我當然是維持在這個位置 讓胸達到絕對的力竭 但是如果握推一下 是要得分 要練健力的話 那你的肝子要下來碰到胸 上去到底 全部都鎖死 這一下要完成 所以很可能 我已經七年八年九年 都沒做到 哪一下握推是把手肘鎖死的 你突然間要我去轉成那個樣子的推法 可能我的軸關節 我的肩關節 說不定也會不舒服 OK 肖千千 肖錢 肖錢 我看一下 肖千千 謝謝改靈內給我很多正確的知識 想詢問凱教練減脂中 一週四次有氧是足夠的嗎 現在騎飛輪30到40分鐘心率140左右 首先 你這個問題我大概回答了 三千五百八十二萬次 我沒有辦法這樣子回答你 如果你一週四次有氧 每次騎30到40分鐘 然而你一天吃兩萬卡 不夠啊 你怎麼減脂 當然不夠啊 你要造成熱量赤字就好了 那如果你只是單純的減脂嗎 還是你要減脂的情況下 盡量維持住最大的肌肉量呢 你要維持住最大的肌肉量 你要先談你重訓的刺激夠不夠 重訓的刺激夠 你的肌肉才有一個理由留下來 給他一個理由留下來以後 然後你再從熱量控制 或是提高有氧的方面去造成熱量赤字 而達到減脂肪的效果 很清楚吧 這樣聽起來應該很清楚吧 所以我真的不知道一個禮拜四次 30到40分鐘 心率140左右 我不知道啊 如果你今天是一個60歲的先生 140太高了吧 60歲的先生 140可能已經進入心肺功能訓練了 85%了吧 但如果今天你是個2018歲的小夥子 140可能剛剛進入有氧範圍而已啊 OK 訓練心跳率也要從你的年齡 你的安靜心跳下去 著手我才找得到你的訓練心跳率嘛 所以這也就是為什麼在網路上回答問題 朋友們問我說凱教練你到底要不要做網上訓練 你要不要收網上的學生 我說我沒有辦法收網上的學生 我必須跟你見了面了解你知道你的情況 然後我手把手的帶你去做重量訓練 我才能夠確定你訓練的方式 是我認為的最有效率 最有價值的CP值的一個 肌肥大的訓練 這是我會的 OK 那如果你要說凱教練我網上付你錢 你給我個課表 那不是太容易了嗎 那我隨便Google一下 我也我就 你告訴我你的年齡 性別目標 我就隨便找一個網站輸入 然後找個票表丟給你 然後跟你收錢 君子取財 君子愛財取之有道 這樣的錢我真的沒興趣 好不好 我覺得太不負責任了 我希望能夠是 雖然我現在學生排不進來了 但是還是面對面 面對面的 我才能夠真真正正的幫到你 那我為什麼在這邊跟大家聊健身 每個禮拜要聊一個多鐘頭 因為第一我愛健身 第二我在Promo我自己的頻道嘛 我希望越多的人看我的頻道 然後我才能夠在健身這個行業走得更遠嘛 是不是 我也不是說無聊就來跟大家聊健身 我就是個好人 我不是吳宗憲 我就是個好人 就喜歡跟大家講健身 不賺錢的 你當我傻了嗎 我這邊跟大家分享健身 也是希望朋友把我推出去 然後 我不管將來開健身房也好 我搞了我自己的教練的系列也好 大家都會覺得我這樣子做 有你們值得信任的地方 好嗎 我沒有辦法用花言巧語去贏得大家的信任 我只能用我會的東西先給大家 就像Costco給你吃一口美國牛排 你一吃真好吃 帶兩棒回家 OK 好嗎 凱哥穿M會很緊嗎 我穿M會很緊 會非常緊 我在比賽的時候 80公斤的時候可以穿M Michael Chen說凱教練 MK667算是Sarms嗎 MK677 我記得沒錯的話 不是667 MK677 他不是Sarms 他沒有去 他沒有去選擇性的 讓你雄性接收器去被操控 他叫做Cecretagogue 他是一個我們剛講了 造成你的胃的Growling 你的飢餓荷爾蒙會分泌 而飢餓荷爾蒙分泌多的時候 你的IGF1會分泌 因此造成你身體的生長激素的分泌 OK 但是我聽到很多網上你去做Research 你去查 YouTube上一大堆 MK677 他雖然不算是Sarms 他是生長激素的增加 但是生長激素 對於肌肉的成長 如果使用過類固醇的人會知道 生長激素似乎沒有 搞固酮跟搞固酮衍生物 來的肌肉成長的這麼大 可能你的精神會變好 可能你的細胞修復會變快 但是對於實際的肌肥大 並不會造成這麼大的幫助 這是第一點 第二 MK677 他不是直接給你生長激素 不是一個IU兩個IU打給你 他是透過你誘發你的G2荷爾蒙的分泌 而造成你的生長激素的提升 我看到所有的使用心得都是 你會極度的飢餓 會飢餓到你控制不了的飢餓 那你認為你在極度飢餓的時候 你有辦法拿來搭配減脂嗎 去想一下 但是我還是不建議去買任何的Sarms 或是任何Sarms的 算是相related相關產品 因為他畢竟不是FDA認可的東西 所以你永遠不知道你拿到手的是什麼東西 你起碼找醫生開搞固酮素 你如果去找陳醫生 陳醫生說如果你需要TRT你來找我 他還可以幫助你去選擇 對的藥廠的對的搞固酮 合成性的運動提升表現藥物 起碼那是正確的東西 而不是我今天給你一瓶XO的酒 你打開 好一聞 怎麼是紹興的味道 你不知道 You never know OK 我就曾經聽過這一個故事 這是真的故事 你以為你知道人家不知道 我一個朋友在加拿大 他跟某一位 演藝圈的大哥很好 然後他買了一瓶什麼84年還85年的拉菲 在家喝 打電話給他 什麼什麼歌 不能講出他的名字 什麼什麼歌啊 這個我們這邊有瓶拉菲啊 很棒的紅酒 上萬塊加幣 趕快來喝一下 然後呢 那個什麼什麼歌來晚了 大家已經把它喝光了 糟糕 居然沒有留一杯給他 怎麼辦呢 去拿一罐20塊錢的紅酒 堆在裡面 堆滿了之後 他進來了之後 什麼什麼歌來了 倒一杯給他 哎呀 這就是84年的拉菲是嗎 好酒 大家在旁邊 果然喝不出來 好不好 你以為你知道你買到什麼東西嗎 你永遠不知道你買到什麼東西 如果四肢瘦 肚子肥 有什麼方法可以減掉 目問的 請 造成熱量赤字 減肥 加上控制熱量 就這麼簡單 不二法則 俊德好久沒來了 凱哥請問健美愛好者需要安排周期化訓練嗎 健美愛好者我不認為特別需要去安排周期化訓練 除非你有嚴重的發現你 你卡關 但是你的卡關真的是因為你沒有安排周期化訓練嗎 還是你健美訓練的技術操作 你沒有到位 有很多原因 健美很討厭 健美是一個只能用看 才會知道結果的東西 你要練健力 你要練跑步 今天你100公尺跑10秒33 當你跑掉10秒32的時候 你就是進步了 你今天去練建立握推500公斤 當你推到500很誇張 世界紀錄了 好 你握推200公斤 當你推到201公斤的時候 你就是進步了 所以當你運動表現有高有低的時候 你可以靠周期化訓練去調整 你可以輕的 中的 強的 然後底漏 再一次循環 但是我認為健美來講的話 它是用看的 所以決定你肌肉是否成長的因素太多了 訓練的強度是否真的落在肌肉刺激的強度上 我有一堂課 講8個小時的肌肥大的理論跟實操 我一直認為到今天很多人認為他會練肌肥大 但真的沒有再照肌肥大的方式在訓練 我看過太多了 但是我不能講這種話 因為好像只有我懂 很多人懂 我相信很多人懂 但每個人的要求不一樣 訓練的技術是可以提升的 你吃東西到底營養足不足夠 可以提升的 你的休息可以提升的 訓練每一次的頻率 跟你 跟你的總組數 這些都是其中的因素 好嗎 所以我不認為會需要特別的去做一個周期化的 訓練 OK 練腿躺平回家系統挑戰 哎呦 哎呦今天有抖內 哎呀我們要看一下朋友抖內的內容是什麼 我眼睛有一點乾 再來看一下 今天的第一抖嗎 我們今天的第一抖來抖一個 謝謝 Suzi 第一次來直播 但是關注凱教練一段時間了 嗯等一下 通過凱教練頻道明確自己的健身目標 就是練好看 很好就是練好看 凱教練 等一下 凱教練還讓我 建立了終身健身的心態太棒了 哦 這些觀念很寶貴 OK 不急 什麼 這幾個字看不太到 不不急於求成 不過於苛求 謝謝教練分享 謝謝 謝謝你的抖內 謝謝太棒了太棒了 OK 好我們最後幾個問題 我 我真的沒有想到你居然來到我的線上來跟我聊這個東西 這一位 什麼 GRR GYHB 又說我17390公斤 我不知道你 你是不是同一個人 但是今天既然你在線上了 我就一次跟你講清楚 我不想 其實遇到這樣的人 我 我一開始我還很認真的 在你的臉書上回答你 你說我真的是178 沒有178 我只有174到175 然後後來你就咬定我 一口說我173 我還說 謝謝指教 我只有168 你還說 哦沒有 你不只168 你173 你是見過我本人嗎 你為什麼知道我173不是172 也不是174呢 那我所以這 我過去這49年來 量過所有的177 我是白癡就是了 你就一定要說我是173 我把你的臉書帳號 封鎖掉 我把你IG帳號封鎖掉 我把你Youtube帳號 我才上去 直接警告 你現在居然來我直播 硬要講我173 隨便你 我就反應你一次 好不好 我沒有 我如果今天真的173 我就欣然接受我173 不是就不是 是就是是 OK 我也沒見過你 那我可以說 原來你的智商只有72嗎 你聽不懂人講話是不是 你智商沒有70 沒有70沒有68沒有這麼低 你智商就是72 就是72 OK 低於80 算是retard 你是白癡的程度 就是72 好不好 不要argue 就這樣子 OK 好來 肖謙欣說 超級感謝 現在25歲 一周四四 OK好 肖謙不客氣 不客氣 謝謝 謝謝你的 79塊總類 謝謝 謝謝 就喜歡看凱教練認真的樣子 我不是要罵爆他 Jimmy 就是我已經不想理你了 我第一次在臉書理過你回應過你 你還出現 我跟你講不是了 就像一個女生說沒有我沒有喜歡你哦 其實你喜歡我對不對 你就想跟我在我沒有我沒有我一點都沒有喜歡你 我知道你喜歡我 你瘋子啊 你白癡啊 你聽不懂中文啊 好了夠了 夠了夠了 Bruce Lee說173藏在西門看 330 我也沒有說我18級啊 我就是177嘛 我這輩子量過最高177.7 可能現在 畢竟50歲 說了上一次在機器上面量177公分 就就就這樣子嘛 是不是 是不是 凱教練你支持柯文哲還是侯友宜沾喇叭 你怎麼知道我不是支持賴清德 啊 紅太料 加油 你怎麼知道我不是支持賴清德 不可以隨便講自己的立場 我覺得總統大選這一件事情 尤其在我們 算是一個公開人物 哦 線上起碼有283個人 剛剛有340個人 我們還是不要去影響 每一個人的看法 當然 我心中希望的是 能夠為中華民國 帶來 每一個中華民國的國民 帶來更好前途 為大家著想的那一個人 就是我支持的人 好不好 哦 OK 我我我我讀 其莫笑出聲音 支持賴清德 票選柯文哲 哈哈哈哈 哎呦太好笑了 168我信了168 哈哈哈哈 好啦好啦 不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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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聊政治 欸91分鐘了 哦 要結束了 最後 最後我們回答朋友一個問題 好不好 好 賴著不練 怎麼看我怎麼知道花花 什麼叫賴著不練 凱哥晚安 想問一下增肌期的階段 每個部位一周訓練一次 有禁練每個 有建議每個肌群要幾組嗎 高和林你可能是新來的 去看一下我前面直播有聊過肌肥大的 理論 我有直有一次直播我幾乎把所有理論都聊了 當然比我上課的課堂上的東西稍微少一點 但是我有講的還蠻多的 OK 去去看一下 因為這 這裡我真的很難 用兩分鐘時間把這個問題回答完了 凱教練推薦什麼樣的補給品 如果你是為了肌肉成長的話 肌酸蛋白粉 這兩個大概就是最棒的補給品 那你硬要看到更好的充血感的話 任何運動前帶有筋胺酸跟刮胺酸的 它會對你的肌肉充血感相對比較好 而我自己現在使用的補給品 除了Muscle Fuel給我提供的蛋白粉之外 我自己吃的補給品 我再說一次 Toncat Alley跟Fadagio Agrestes 這兩個是補充天然男性荷爾蒙的兩個藥草 加上我的運動前一定會喝一杯黑咖啡 我以前會喝pre-workout 我現在連pre-workout我都不喝了 我只喝一杯黑咖啡 因為咖啡因對我來說 我認為是運動前最棒的補給品 我們把我們的台幣拿出來 上面寫的就是中華民國 如果有一天這個國號改變了 而我仍然拿著這個國家的護照的時候 我也絕對尊重被改變的國號 好嗎 就事論事 Andre 凱教練 三天Full Body 我們這個再聊一次好不好 下次練 下次聊 OK 會做重訓後的拉伸跟 鹿不搖 我有一支影片是講所有的伸展 凱教練的伸展 我有講過 可以去找一下 我有拍過了 好嗎 讚喇叭 不客氣 我也支持你 謝謝 請問重訓一段時間肌肉僵硬區 舒壓按摩嗎 如果你透過自己的伸展 沒有辦法放鬆 透過泡沫肘的那個筋膜按壓 沒有辦法放鬆 那真的可以去舒壓按摩一下 好嗎 請問一下早上有氧跟晚上有氧有差嗎 對於熱量的消耗來說 其實基本上沒有太大的差別 但是晚上有氧 如果精神太亢奮 會影響到睡眠的話 那就會有差別了 OK 那些補給品 黃凱玉 我的補給品只有跟這個有合作 OK Muscle Fuel 他在我的那個影片的資訊欄裡面 好嗎 好吧 聊到這邊 今天是1月6號 離總統大選還有一個禮拜的時間 整整整7天 那希望大家想清楚投下你神聖的一票 今年是2024年了 沒有跟大家上禮拜在廣州跟大家直播嘛 沒有跟大家好好的祝大家新年快樂 那在這裡祝大家2024年能夠都有一個好年 大家認真工作安居樂業 大家都能夠心想事成 好嗎 7號今天是7號 今天7號了 真的7號了 我說錯今天禮拜天了 我還在過到禮拜六 好 Mergerling 凱哥好帥 你真有眼光 那今天結束前是不是要再帶來最後一首歌曲呢 還是 還是 就這樣子 有嗎 有張學 我真的受傷了 是不是 窗外陰天了 映月地深了 我的心真的受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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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電話響起了 電話響起了 你要說話了 還以為你心裡對我有想念了 還以為你心裡對我有想念了 怎麼你聲音變得冷淡了 是你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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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好啦 可以了 小朋友要睡覺了 凱嫂在房間等我了 我要去陪我的老婆 再幫他 伸展一下 享受一下夫妻的時間了 好 那在這裡再次祝大家 新年快樂 我們下個禮拜天 想聽情書 想聽情書 可惜愛不失去的眼淚 疾風情書 這樣的話 或許有點殘酷 等待著別人 給幸福的人 往往過的 都不怎麼幸福 好 新年快樂 我們下個禮拜天 再來跟大家找一個很棒的健身主題 好好的跟大家聊天 祝大家有一個美好的夜晚 再次謝謝所有線上的朋友 再次謝謝所有抖內的朋友 跟支持開教練 所有產品的朋友 讚喇叭 你自己喜歡早 回房間睡覺 煩死了 OK 再說一聲 下週見 晚安